醒目一拍书馆开书 咱们是继续接眼张文祥赐马 前文书咱们正说到 钦差大人郑敦锦带领着两位随从啊 就来到了江宁城 也就是现在的南京 负责呀审礼张文祥赐马 有没有压力啊 当然有啊 这郑敦锦还没出北京城啊 从两方面的压力可就来了 慈禧太后啊 交代郑敦锦说这马心仪是咱们的人 平白无故的就被这么一个草民刺杀了吗 我不信 这背后是定有主使 说话听说锣鼓听音 这郑敦锦听出啊 这老佛爷的意思啊 这背后主使之人呢 定是湘君 可是这临出城的时候啊 哎这六王爷 也就是当今的摄政王公亲王一心 又是白酒送行的 又是赠送车马 这王爷虽然没交得什么矿外的话 可是啊 谁都知道这王爷是支持曾国藩的 是这湘君呢 在京城的后村 那这好没约到这王爷对自己如此的关怀 那还不明白吗 这王爷是不想啊 让这马心一案啊 牵连相军 哎尤其啊 是不能牵连到曾国藩 这郑敦锦呢 作为刑部上述 其实这老头啊 早就有铁面无私的美誉 这太后和王爷两方面的压力来了 干脆啊 也就随他去 他早就下定了决心 查出什么样的真相 就是什么样 自己绝不藏着掖着 所以啊 才有着郑敦锦下定了决心 顶风冒雪 在这个大年除夕的夜里啊 才赶到了南京 到了南京城以后啊 就看出这郑敦锦的干联来了 他吩咐底下人呢 不要惊动其他官员 直接找到江宁府台 不占用各个衙门口的公堂 只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就行 这府台接到这个钦差域以后啊 别过年了 赶紧的就把这个钦差的行员 给收拾好了 当然了 这一切啊 都是按照钦差大人的吩咐 按照制度啊 又给这个钦差行员 加了五百位队 这钦差大人郑敦锦呢 入住行员以后啊 那也然是大年初一了 他吩咐陪同自己 而来的两位吏部郎中 这满郎中呢 叫伊勒通阿 这汉郎中啊 叫严世章 他跟这二位说呀 咱们来的这日子呀 不太好 谁不过年呢 大人们呢 倒是能随传随到 可是难免这些钦呀 都放了年假了 所以咱们正经的 升堂问话呀 也只能在灯节以后进行了 这两天呢 就得辛苦你们二位了 你们两个人呢 去找到审理过此案 各衙门口的行民事业 除了要查阅卷宗以外呀 还要挨个问话 一定问的要细致 不要放过一点细节 这二人呢 知道跟着郑敦锦来到南京啊 就是一份苦差 既然已经到了南京啊 就别提过不过年的事了 于是这二人连声称诺 转身呢 各自办差去了 您想啊 这钦差行员问话 还用得着这二位郎中大人 到这衙门口 去找这些位行民事业吗 一张二指宽的小纸条 下的这些衙门口 这些师爷 夹着卷宗 颠吧颠吧 跑到钦差行员呢 上杆子来回话 涉及到这赤马案出审的 衙门口有几个呀 一共有三个啊 也就是有三位官员呢 第一次审理了这个赤马案 都是谁呀 一个是江宁将军奎玉 布政使梅启诏 还有一位呀 官大了 曹运总督张之万 可是说来呢 除了这个布政使 衙门在南京之外呀 这曹运总督的衙门在哪啊 在山东几宁 江宁将军奎玉的将军行员 那也不可能设在南京城里 可是这二位大人呢 奎玉和这个张之万 都参与了赤马案的审理 二位大人连同这些手下的师爷 以及随从啊 现在都住在南京 那么说这三位大人 联合审理赤马案 这卷宗报到朝廷 报到慈禧太后跟前 为什么 这老佛爷他不认可这个审理结果呢 那咱们就得从头说了 其实啊 自张文祥刺杀了马心仪以后啊 这将来的大人们没闲着 立刻就开堂审问 那么说这总督大人被刺身亡 能够审理此案的官员呢 那必然得是够一定级别 不是扒冷一个脑袋就行 按说呀 这马心仪他死在了江宁府 应该呀 是这个江宁知府负责此事 可是很明显这知府的品级啊 削削的小了那么一点 那谁来审呢 就得是本省的最高行政长官 江苏巡抚丁日昌 哎 他就是这么的寸 这丁日昌这会儿啊 他没在江苏 咱们第一番啊 说这个总督御社 马心仪被刺的时候 这丁日昌就没参加这次阅社 那么说这丁日昌 他去哪了呢 他去天津了 去天津见曾国藩去了 哎 早就有传闻呢 这江苏这块啊 都府不合 也就是说这两江总督 马心仪和这个江苏巡抚 丁日昌这两个人呢 哎 有矛盾 那么总督马心仪被刺 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 江苏巡抚又不在南京城 这个细节可就给很多人 都造成了遐想 这郑敦锦来到南京以后 就耳目着呀 这官场上有这么个说法 说江苏巡抚丁日昌 早就知道当天啊 这马心仪会被刺 所以啊 他早早的躲拉 假说公干跑到了天津 让他的老上司 曾国藩处啊 属于是假意避嫌的 说到这儿了 咱们就得多聊两句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都府不合呀 那可是这马心仪被刺 多种这个传说的原因之一 这个说法它流行于江南官场 涉及到的人员呢 全是官大尾巴 老百姓啊 享有这种传闻呢 他都猫不着门 那这是怎么当个事呢 要提起这话来呀 还得往前倒 倒到哪呢 倒到啊 1869年的十月 哎 马心仪被刺的前一年 按这个大清纪年啊 应该是同志的八年 这会儿啊 这个太平逆匪出定 金陵城啊 又恢复了往日的喧嚣 这秦怀河上飘来的 都是一股一股子的粉香味 那正所谓是十里秦怀呀 这美女如云 在这秦怀河上啊 有一家行院 这座行院有两样出名 这第一样啊 就是姑娘漂亮 在这十里秦怀之内呀 没有再比他们家 姑娘档次更高的了 不但漂亮 并且呀 各顶各的琴棋书画 是样样精通 那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 那就是贵 来这儿消费的呀 那都是达官贵人 没有平头老百姓 说您要了揣个十两八两的 从这儿啊 根本就出不了门 那来的都是什么人呢 达官贵人呢 营里的老爷呀 买卖瀑户的少东西呀 哎 都是这些人 这可是啊 整日的花千九地 挥金如土的地方 说有这么一天呢 就来了两个人 这俩人了巴的 什么人呢 赢了的将军 当差在太湖水师 一位叫徐友德 一位叫刘布彪 来到这行院之后 跟这宝娘一说呀 要找这一位熟识的粉头 可是这位粉头这会儿啊 正陪着客人来不了 这二位一看呢 头来这行院之前就没少喝 那这出了当兵老爷的 没到他能干吗 于是大打出手 就直接闯进了粉头唱戏的这个厅 和里边听曲的客人呢 可就撕巴起来了 这听曲的客人呢 那也了不得 那也是官 是位都司 叫丁炳 还有一位领头的 叫范桂 这桌上啊 还有那么七八位 正一起听曲呢 您听了吗 这领头的这位都司啊 他姓丁 书中代言呢 这一桌子人呢 可都是江苏巡抚丁日昌的族人 那这两边都是官 气粗 哎 又都喝了酒了 那能不打起来吗 这一打起来啊 那可就京东地方了 正直啊 有这个亲兵营的巡防兵致辞 那有人就说了 那为什么不是差异 是巡防营的兵丁到这了呢 哎 这您得懂啊 这太平天国刚刚剿灭 余孽呀 还没有肃清 所以这会儿啊 这整个地区呀 还都是半军管制 这兵丁呢 时常上街巡防 弹压地面 哎 巧了 这出来一巡防啊 就正好撞上了这件事 那撞上了能不管吗 这巡防朗爷呀 叫薛蒙榜 一声令下 可就把这两边挑头的都揪出来了 这太湖水师这边呢 就是徐又德 刘不彪 这丁的这边呢 也站出了两个人 说是我们两个人挑的头 主动承认 哎 就是这个丁炳和这个范桂 那这巡防老爷说不了讲不起 当街就把这四个人吞了裤子 各打了四十军棍 打完以后啊 谁都不言声了 唯独这太湖水师的徐又德不服 他说呀 你们这帮巡防营啊 本来呀 就是官府的亲兵 所以呀 就偏袒丁家人 你们不就是想买这个上边的大村 巡抚丁日昌的好吗 这件事啊 你们处师不攻 打我四十军棍呢 不服 当着这一阶两枪的老百姓啊 他明明就指出 这巡防营的巡官薰蒙蒙 与这丁家人呢 是官官相护 那这巡官老爷能听他这个吗 你不服啊 顿回来再打四十 这一下子呀 可就打坏了 这徐又德呀 当天夜里可就死在营里了 那人家水师也不干呢 这一出了人命啊 只能上报 水师提督这边呢 揪着不放 那边呢 倒来倒去 最上边的后村 又是巡抚丁日昌 所以这案子 到最后啊 也只有两江总督马新仪来审理了 这两江总督马新仪 刚要审理此案呢 这丁日昌可就给他来信了 这丁日昌说呀 说这个志态大人呢 我查明白了 当时啊 在行员里喝酒的 还有两个人 一个呀 就是我那不争气的儿子 叫丁慧恒 还有一位呢 是我的一个侄子 他爹呀 也是现任知府 他的名字叫丁继祖 既然这事出了呢 我呀不必亲 这两个人身上啊 他说的就是 他的儿子丁慧恒 和他的侄子丁继祖 身上啊 都有功名 什么功名呢 这两个人呢 都是官眷 都有知府的弦 可是身上没有石圈 这马智他一看呢 这里边没有死罪呀 那也就是革职了 于是呢 就写了两道船票 让这个丁慧恒啊 和这个丁继祖 到案来打官司 其实呢 无非也就是啊 到案之后啊 录个口供 画个鸭而已 到时候一革职了事 哎 没想啊 在这出了岔子了 这丁慧恒啊 也就是丁日昌这儿子呀 就一直没到案 这马心仪再问这个丁日昌啊 这丁日昌说 我也不知道啊 他去哪了 那实际上呢 这丁慧恒啊 就躲在自己家 他压根就没出来 至于他为什么不愿意到案 打这官司 到现在啊 哎 也说不清 可是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 这案子呀 无论是谁来审 像丁慧恒这样啊 他最重啊 也就是革职 那最轻呢 他也得是革职 所以说既然没有大事啊 他为什么不到案 这件事情就挺离奇的 最后啊 这案子都拖过年了 已然是同志九年了 到了同志九年七月份的时候 才草草结案 闹得这两江总督马心仪啊 他也没办法 只好向这个朝廷秉奏 涉案人员 哎 凡是有功名的 什么这个 当日当职的巡防营的 亲兵头薛音榜 丁慧恒丁继组 以及丁炳 这些人呢 无论是石区还是贤差 都是官 斥令革职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丁慧恒要是到案了呢 也就是革职 并且这个革职啊 是他爸爸先提出来的 可是啊 他不到案就麻烦了 这马心仪只能如实上奏 请教朝廷 庭义 那这庭义 可大可小了 这皇儿老爷子一高兴呢 没准啊 就放了 他要是稍微觉得这里边啊 有些什么不对的地儿 闹不好 这丁慧恒啊 就会弄到北京城 挨一通板子 不说呀 还可能有牢狱之灾 这就是江南官场 传说的都府不合的主要原因 那么说这只是传说吗 当然不是 这种说法啊 已然闹到了朝堂之上 闹到了慈禧太后 同志皇帝的耳朵里 这太常四卿王家壁 得知马心仪被刺以后 直接就给朝廷写了奏折 他说 两江总督马心仪被刺一事 必与江苏巡抚丁日昌有关 这奏折上啊 直接就写 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备案 应归马心仪查办 请托不行 至有此便 最后啊 他还强调 他说呀 文此言者非臣义人 臣所言者 皆非义人所言 其实呢 听着挺乱 这江南都府不合呀 应该算是凿时了 可是这里边啊 就差一个明媚人分析 那有人说不用问呢 那说书的你 就是明媚人了 哎 不不 不是 这清差大人郑敦锦呢 他才是这里边的明媚人 首先郑敦锦认为啊 这里边都府矛盾 本来就不严重 这犯了事以后啊 这丁日昌主动向这个总督汇报 说呀 这里边还有他儿子呢 并且主动提出 要把自己的儿子侄子隔职 这马心仪处理此事也挺柔和 哎 你说隔职 咱们就隔职 隔职了以后啊 既往不咎 可是说呢 这丁日昌啊 他管不了他儿子 这丁惠恒啊 他就是不到案 去划压打官司 那你不划压 这案子也不能无限拖着 结果到了这个1870年 也就是这个同志九年的七二分 这马心仪啊 在结不了案的情况下 才把这个案子呈报给朝廷 这些个事啊 丁日昌都知道 那既然都知道 这里边唯一的一个弊处啊 就是管不了儿子 儿子不到案打官司 所以丁日昌呢 也不会对这个马心仪有仇恨 因为啊 结不了案 最后如实上报这事啊 不怨马心仪 那关键点来了 既然和丁日昌没关系 这马心仪被刺之时 为什么所有都府道员 都到场去跃射了 唯独正师正差的江苏巡抚丁日昌 你却没来呢 从苏州到天津 两千里地 你跑去见曾国藩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密谋 哎 那换句话说 是不是就密谋了刺杀马心仪的事呢 这也两位可知 所以说这都府不合的传说呀 也越闹越广 越传越真 可是这里边的事啊 他也瞒不了正敦锦 那为什么呢 这就涉及到一个官职的问题了 这丁日昌 为什么两千里地 跑到天津 去见曾国藩呢 小官他不知道 因为这属于啊 国家机密 这会儿啊 在天津处理天津教案的曾国藩呢 玩不转了 那至于这天津教案是怎么回事啊 咱们后文书肯定给您详细的交代 因为咱们这故事 他注定得出登景 所以说与我个人而言呢 录的时候 我就不怕细致 总之呢 这朝廷看着曾国藩在天津 处理天津教案呢 已然不能善了了 于是这慈禧太后 同治皇帝下了一刀御址 让处理洋务很有经验的丁日昌 立即从苏州出发 到天津 去帮助曾国藩处理教案 这里边啊 有朝廷下的公文 以及这两宫皇太后下的遗址 那这肯定是提前啊 导演安排不了的 像郑敦锦呢 是彻查此案的清差 他早在京城啊 已经把这些卷宗暗游啊 都已经调查清楚了 像江南的这些小官小丽啊 他没有能力啊 能查到此处 所以呢 才流言四起 咱们费了这么半天的口舌呀 也就是为了把这第一个流言澄清 也就是说呀 这都府不和丁日昌买凶杀人这件事情啊 他不成立 那么这说书呢 怎么出去怎么回来 哎 出的去拐不回来呀 那就说明这说书的先让他忘了 我没忘 咱们说到哪了呀 那么说这正审正差的丁日昌 没能审理这刺马一案 那么是谁第一时间来审理的呢 那就得挑这官大的了 并且不能耽误 精灵将军魁遇 那么说这魁遇怎么正好在南京呢 前文说咱不是说了吗 他是这次阅兵的总指挥呀 会同江苏不正使没起诏 立刻就设下公堂会审张文祥 这俩人呢 还没审出什么子武毛友来呢 这朝廷就来的一道旨意 说先等等吧 又给你们派了一个官 你们干脆呀三堂会审吧 那这官是谁呀 这官可不小 曹运总督张之万 那这张总督他从哪来呀 您可要知道啊 这曹运总督府啊 他可不在江南 哎他在哪啊 他在济宁 那等着吧 等着等着呀 哎这人没来呀 这笑话可就先传到江南了 这张之万呢 自打一接到这朝廷的旨意 让他赴京南区共同携审赐马一案 他就开始心里打鼓 哎就开始哆嗦 他为什么呢 他认为这刺客呀太了不起了 既然敢刺杀这两江总督啊 他这曹运总督到了江南以后啊 也保不及会被刺杀 那么说这朝廷的旨意来了 我干脆抗旨不去 哎这张之万又没长那么多脑袋 于是啊 在没办法之下 也只好咬着牙呀 奔江南也算是啊 应付差事去 那么说这个人的安全呢 他不能没有保障 于是这总督大人就利用直辩 在这河道的巡防营 调来了两千亲兵 让这两千人呢 负责保护他 一直到南京 那怎么走呢 走水路 捋着运河呀 一直到江南 这船呢 刚过淮河不朽 这总督在船上待的呀 可就不行了 他觉得太别扭了 这小船啊 太憋屈 于是啊 这傍晚停船 这总督呢 趁链啊 就想上岸呢 溜溜味儿 解解乏 可是啊 刚上岸没走出多远呢 就觉得这肚子不老舒服的 可能是啊 刚才在船上吃的这口晚饭呢 不得盯对的 就觉得这肚子里啊 他拧着劲的疼 有一股劲啊 他上不来也下不去 哎 这总督啊 是要出大功 也不那么寸 正好这田间呢 还就有一个简易的厕所 可是总督啊 站那儿啊 他不敢上厕所 为什么呀 他怕他刚一蹲那儿啊 就有这刺客刺杀他 于是啊 这总督啊 就告诉身后的棋牌官 快让卫队啊 把这围严实了 保护着我 我也好啊 能放心的上个厕所 说完了之后 这总督可就等不及了 一头就扎进了这茅草盆 蹲在这供坑上啊 如天河道谢 黄河流水一般 可就出上大功了 他这儿痛快着 可就没留心外头 这棋牌官他误会了 怎么着 总督啊 让把这茅厕围上 那就围上嘛 于是就一举好奇 那这两千卫队只看号令啊 他们不明白什么事 一拥而上啊 里三层外八层的 把这个茅楼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张之外上完厕所呀 站起身来 出了草棚一看呢 鼻子差点气歪了 知道的呀 是这卫队保护总督上厕所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两千人呢 标了号站齐了 在这一块啊 欣赏这总督拉屎呢 这人走路的速度啊 永远没有这消息传的快 这总督张之外 人还没到江南呢 这事儿可已经传到南京了 就在金陵码头 南京城合众官员 一起迎接合到总督张之外 这张之外下船之后啊 抱拳拱手 跟列维大人挨个客气 这会儿 这江宁将军奎裕 可就走上前来了 他们俩呀熟 能闹离血 他抢先一步啊 就趴到这总督张之外的 耳朵边上说呀 老哥 听说您最近官微见长啊 这张之外说 兄弟你 这从何说起啊 这奎语听完的 啪吹的乐了 他说听说您上个厕所 得掉两千人保护 有这事儿没有啊 这张之外脸一红枝摆了手啊 笑谈笑谈 这全是笑谈 他倒是把这事儿啊 这会儿糊弄过去了 可是这故事啊 已经传遍了整个江南官场 都说呀 这总督张之外怕死 哎 为了保护自己上厕所 掉了两千的卫队 那这三位大人呢 算是聚齐了 将军奎裕 江苏部政使 没起诏 再加上这位远道而来的 钦差大人张之外 这才要升堂一审的赤马 一案 俄诠采 部城工作室 很难忍 顿 裂 咤 一个步骤